这么一盆海鲜汇饼啊 放了60块钱一包 这是这么大的大螃蟹 哎呀 太带劲了 大家好 我是户外宾 今天来到山东青岛的黄岛的破里大鸡 也属于是山东 应该算最大的大鸡了啊 咱们看看这边的海鲜汇饼 说很带劲 带大家去感受一下 这个破里大鸡上海鲜汇饼很多家啊 这家呢 听说非常正宗 咱们看看 老板这个海鲜汇饼是怎么卖的 可以买东西自己加工 你可以这个买料 可以加工 可以给买料自己加工 加工是怎么收费 一个人十二 一个人十二 之前是十块是吧 什么时候那个涨到十二的 今天三一天 好嘞 那行我去买点这个海鲜 咱们来加工加工啊 看看这边买海鲜的人 一下来一车啊 都抢了 看这边这个啊 拉海鲜的车 好多大爷大妈们都过来抢了 这个虾多少钱一斤 三十二 小点的十七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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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叫比管鱼 大点叫八爪鱼 再大点叫墨鱼 再大点叫幽鱼 是吧 大爷 不是幽鱼 满鱼 啊 就是比幽鱼还大的叫墨鱼 满鱼 啊不是 我啊 这个螃蟹呢 你这样要吗 啊要啊 那会我问三十 那会老板说三十 那会就给你做三十 啊 那给你做三十 等等啊 我我我做海鲜灰饼的 来这个来这个 来一个就行 我做海鲜灰饼 咱们看看啊 这是梭子馅吧 啊是 啊梭子馅 哇塞 二十六块钱的 二十六块钱可以 来再给我 再给我来点那个虾 虾二十五 这个和那个是有什么区别 那个大 好 可以了可以了 要不我吃不了 就就 这这这些 可以了可以了 我去吃四块 看你这 啊我就我就 要海鲜灰饼 十五十五的啊 好可以 这个多少钱一斤 十五一斤 再给我 少来几个 来个两三个就行 我吃不了一个人 好 好 好 啊可以了 再来点这个 这叫什么 墨鱼 七块 七块好 一共多少钱 四十八 四十八 四十八啊 好嘞 我这刚买完海鲜呢 这有点变天 哗哗的刮大风啊 疏疏的 哎呦我的天呐 好像要来妖怪 刚才忘了跟大家说了 挑螃蟹的时候 尤其这是 这个海螃蟹啊 呃 颠一颠 如果沉 它就肥啊 越沉的越肥 呃 就是活的啊 死的的是冻的 要是冻的的话不行啊 就是你要是买皮皮虾 或者是买大虾之类的啊 这种呃 捏捏越硬啊 越肥 硬的基本上好多都是有脂的啊 老板买回来了 好嘞 啊 这个 这个加肉是呃 多少钱 二十一份 二十一份肉 哦 老板你做这个海鲜绘饼做多少年了 六七年了 六七年了 六七年老厨师 最忙的时候一天能卖多少份的 五位数 能收入有五位数啊 我的天 那老厉害了啊 这是咱们加工咱们的这个海鲜了 这是我那个大梭子线啊 老大哥看看肥不肥家里边 嗯 嗯 哈哈 看准吧 看准吧 看看啊 这边老太太给家搅啊 切一下 嗯 多大啊 这一半 就这么大啊 这个盆 这一个螃蟹能装一个盆 我的天 一个螃蟹装一个盆啊 这一个 夹子就这么大啊 哎呦 我的天 看我手 我的天 这边是西西海鲜 这个是鳄鱼 大娘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0了 海鲜绘饼 好了 这么一大盆 这个还要改一下灯 我一个人吃这么多 这也是一大盆 剩下一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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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要吃吗 一个 大姐刷刷锅 小风火轮一转 骨酥鸡 我发现大姐 大勺的这个烧饼 烧把特别长 得半米长的大勺 不放肉了 这样就吃不了了 家里面 我一个人吃这么一盆 海鲜绘饼 咱不能浪费 本着这个 好可以 没有忌口的 大螃蟹下锅 大火 太带劲了 看着 有人间烟火气 我知道大姐 这个大勺的 这个勺法 为啥这么长了 这个勺炒 这火苗太大 要短了的话 收手 放点 酱油 放点辣椒 好 可以 我不忌口 放啥都行 怎么放都行 翻手 翻得很好 放点水 先把这个 海鲜的鲜味 先整出来 炒炒完了之后 这样 海鲜先煸一遍 然后它出来的汤 应该是 更 鲜一点 出白汤 它那边是用热水 然后往里边放 因为热水的话 出来的汤白 大家在家里边 做这个 可以 可以可以 哇塞 哇塞 然后最后再放 这个墨鱼 这一盆 就好了 热热 咕咕咕咕咕 看看 这个螃蟹红了 哎呀 还有人间烟火的感觉了 看旁边 是卖羊肉的 你看那边都挂着 整整只整只的羊 哇 放点盐 现在可以放盐了 啊 再放点啊 不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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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大姐 拿盆了啊 拿这么大一个盆 你说我自己吃这么一大盆 能吃上了 还放点 还放点 那个嘎啦 一会儿放了点嘎啦 又啊 哇塞 啊 这样啊 够咸一家 够咸一家 啊 嘎啦 就是这边这个 这个花甲 我们那边 我老家也叫嘎啦 啊 我是河北苍州的 我们那边也是沿海村 海鲜也是很便宜啊 和这边 这个青岛的 黄岛啊 一样 这个 很带劲啊 这边这个梭子蟹挺便宜啊 这么大个的 三十块钱一斤 二十吗 这么大 不知道 我们那边这个梭子蟹啊 但是 没有这个瘦比这个肥的 一百八亿斤 你老家是啥的 河北苍州 我们那也是沿海 也是海边 但是我们那都是那个 好多有养殖的 哇塞 出锅了啊 哎呀 这一盆啊 好辣 哇塞 大家这一盆是多少钱的 一百多块钱吧 估计买的 一百多块钱 有皮皮虾 八爪鱼 最香啊 爱三杯 挺好 三个人 帅哥 你们是从哪过来的 湖北 我这在干 啊 从湖北啊 湖北到这得多远 一千多公里 一千多公里 哦 哇塞 就位吃个海鲜绘饼 过来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啊 大吉不是 对对对 比较出名 山东大吉出名啊 正面未来体验一下 出湖北 看看这个螃蟹 大不大啊 这么大个 一个大螃蟹啊 这么一盆海鲜绘饼啊 花了六十块钱 一共 这个是那个墨鱼啊 这个是二十五一斤大虾 这是花甲啊 花甲 这个大螃蟹 哇塞 三十一斤 这个螃蟹来说 还是挺便宜的啊 就这个螃蟹 如果说在你们那 得多少钱一斤啊 大家在评论区里边 给评论出来啊 这个是饼 大家能看一看啊 这个是饼 这么一盆 我自己来 哇 这个是不是很有感觉啊 这么一大盆 我自己一个人啊 吃了它 刚才阿姨还给我 拿这个勺子和碗来了 咱就别用勺子喝了 咱直接拿这个吃吧 哇 嗯 很鲜啊 这个小鲜味啊 咔就上来了 太带劲了 然后这是咱们这个 大螃蟹 半个的 这是这么大的大螃蟹 哎呀 太带劲了 哇 这个不是说很肥啊 但是一般肥啊 不是空壳 如果这个螃蟹 如果说太瘦的话 它是空壳 这样还可以啊 嗯 很鲜美 咱们吃螃蟹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腮给摘了啊 上面这个腮 然后软在这块啊 这是螃蟹的腮 然后螃蟹嘴这块啊 别摘了 然后把这个硬核 摘一下 这个大呀 吃软的地儿 哇 太过瘾了 咱们再来一块墨鱼啊 这个墨鱼呢 也就是说是小一点的鱼鱼啊 很纠缠 最爽口 全国各地都难吃到这么好吃的这个海鲜绘饼 好 好